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 欢迎来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 我是乔妮 我是潘怀忠 为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常常在饮食上下功夫 推产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 有关于饮食 对身体有帮助的健康方式 但最近某一种健康方式 从国外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 从一个新闻平台上看到了之后 就乖乖发给了老师 这个消息就是 俄罗斯知名的百万网红 叫珍娜迪亚特 她致力推广生死概念 但不幸的是 上个月她到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 却惊喘过世 享年只有39岁 虽然珍娜的母亲怀疑 女儿是感染了祸乱 但根据医生的那个初步报告 检视是 珍娜的死因是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 但其实这篇报道 我第一时间看到生死两个字的时候 我想到的就是生鱼片 生菜沙拉 还有韩国最近很红的那个生牛肉 还有生章鱼这样子 但是呢老师就抛出了四个字给我 对那这四个字呢 我之后去查一查看了一下 就发现啊 跟我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有请老师 其实啊这个很有趣 我们看很多新闻 那为什么我们要解读这个医药新闻 就是因为很多新闻 那有时候报道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深入去探讨 让大家能够真正了解 他在讲什么 那另外一个就是也希望能够 让整个观念啊 能够全面性 也不要说因为报道的时候 他报道一部分 全面性没有抓到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能够跟着我们一起 来从这个医药新闻里面呢 学习一些比较更全面 更精确的一些尝试这样子 那么这一则新闻呢 他特别提到这个俄罗斯百万网红 他能够当到百万网红也真不容易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很努力的在这个网上做节目 我看我们每一集大概两三千人不得了了吧 你说要到百万 这个我真的也很佩服了 他能够到百万 是不是我在想说 是不是人家这个百万网红 比我们巧你长得漂亮 也是啦 我看了他的照片真的蛮漂亮的 我真不认为是这样的 我真不认为 所以其实事实上 你要当一个网红的人 还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以我们这么认真在做 这个每一次做节目都要准备这么多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是不容易的 可能他还是有一定的美感 那也很好笑的是呢 现在有很多网红 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网红 这个开课呢 教大家如何成为网红 哎呀老师 是我想到了一位 听说那个 那个就是还可以赚钱 赚好多钱 那我们都不是这样 我们都是义务奉献 微博的车马会 那个这样子 我们来讲说 这个网红呢 他在至少在这个 新闻上面是写生时 那这个生时呢 如果按照中文的字面来解释 就是不用火煮 不用火煮 那如果说 以这个健康养生观念来讲 如果说完全不用火煮 然后呢 又吃动物的肉 就是因为我们食物里面有动物跟植物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吃动物的食物的话 就叫素食 那如果吃了动物的肉 就叫昏食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 这个真如新闻上所讲 是不用火煮的这种生食的话呢 然后他又没有切割 所谓的动物跟植物的部分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这个养生观念呢 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我第一次听到 我从来没有听过说 有健康养生观念是 鼓励大家不用火煮 然后呢 动植物肉都吃了 动植物食物都吃了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所以如果大家一听到这个东西呢 如果是 如果大家的理解是这个角度的话呢 那我想也不会有人去追求 也不会去追寻 因为感觉上好像变成这个 几百万年前如毛饮血的日子 这个好像不太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 那么但是呢 我抛出了四个字给乔妮的是呢 叫生机饮食 那么生机饮食呢 就确实是有一个养生概念在里面 而且在这个健康界已经流行很久了 叫生机饮食 只是说老师 我看到其他报道也是讲说 就翻译这个网红的饮食 也就是 其实它是生机饮食这样 所以不是不用火煮 但是有的人却给他讲的是生实 就不能说这两个词 所以简单讲就乔妮也很乖 她就开始从不同的新闻 去查她的准确性 我们不能讲说真实性 但是我们讲准确性 就是怎么样比较准 所以从整个我们这个养生界来看 以及各种资讯来看 我认为应该不是说推广 不用火煮的饮食 因为不用火煮的饮食 你说它有养生 这一点我们没办法接受 但是如果说是生机饮食的话 那么就有点道理了 有点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 把这个生机饮食来说明一下 我们大概不会去鼓励大家 不用火煮 那这是第一个我想 我们要先澄清的 就是我感觉 你若单独就一篇新闻来看 他说不用火煮的饮食 是健康饮食 这个我想不太对 但是生机饮食里面 那么生还是生命的生 鸡是有机的鸡 那么这个生机饮食 这四个字来讲 他们其中有五个概念在里面 有足足五个概念在里面 我帮你整理 那么其中有一个概念 就是希望能够吃一些有机的 然后是植物类的 不烹调的食物 比如说像这个生菜沙拉 这个水果 因为其实我们水果入菜也是有的 但是水果入菜就是有用火了 那他就基本上他就是说水果不用也不用火来烹调 就单吃生的 所以他其中生机饮食有五个概念里面的其中一个概念 就是鼓励你多吃可以生食的植物性食物 那这个就是已经切割开了 他就没有讲动物的问题 因为生机饮食的五个概念里面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 他们是不吃动物性食物 所以其实是素食者这样子 对但是他又比素食者更高阶一点 就是更麻烦一点 所以待会我会开始讲 就是说呢 好我们现在回到生机饮食 我们一开始讲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们就先说明 应该不是不用火煮而已 应该是讲生机饮食 那生机饮食里面有五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不吃动物性食物 那只要你一不吃动物性食物的时候呢 你不用火煮的时候呢 尽量鼓励 而且他也不是全部 他是尽量鼓励你 就是在植物性食物里面 能够不用火煮的就不用火煮 但是需要用火煮的 我们还是要用火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些植物的食物 不用火煮是不能吃的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现在拿一包白米给你 那我请问你能吃吗 想到就牙好疼 不是你牙好疼 你就没什么消化 你天本没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这个生机饮食 这四个字里面呢 五个概念里面 第一个概念是不吃动物性食物 这就先把你那个乳毛饮血先拿掉 就把我的生鱼片 生牛肉 生章鱼都拿掉了 对 真的很聪明 这个我们巧妮其实很聪明 很多人讲说 巧妮的表现好像很木纳 其实他很聪明 我现在逐渐要发扬你的优点 老师对我好了 所以第一个不吃动物性食物先拿掉 第二个呢 是说植物性食物里面 可以不烹调的食物能够吃的 他尽量鼓励吃这个生鱼 就是吃它的原型 不用火加热它 但是那个是有一个条件 是它是可以生鱼的 所以这两个就完全概念都不一样了 不是只是像刚刚你新闻讲的 这就是不用火煮 哪有这个意思呢 他条件都要对 条件都要对 好那我刚刚讲说 生鸡饮食有五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不吃动物的 第二个就是在植物性的方面 能够不用火烹调 他尽量不用火烹调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对不对 第三个他就要求要有机 要有机栽培 那这个有机栽培 其实条件非常严苛 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去讲有机 因为有机这个可以讲好几个小时 而且不光是有机认证 有机的条件非常的多 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就是说呢 不吃精致加工的食品 你了解是吧 就是比如说 他有点类似是吃原型的意思 食物的原因 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过 欧美最近在流行 那个血居人饮食 或死前饮食 那他就是要求原型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吃麦子吃米没问题 可是他不吃蛋糕 面包 饼干 对他不吃这种东西 那甚至加了糖 加了很多的 那么他们也 他们也不要 他们也不要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我讲五个嘛 那最后一个呢 他们是希望吃这个所谓的这个米麦是全骨的 是杂粮的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呢 他们其实事实上是鼓励吃这种所谓的米麦杂粮类的 淀粉类的食物 那这个都肯定要煮熟的啦 所以因此他上面就是讲说 熟食的全骨杂粮类 熟食 没有生食 你如果生食 我认为你吃不下去了 是啊 我拿一包白米 你帮我咬一下好不好 就像老师刚刚说 我们肚子也消化不了 你卖就我跟你说 你会很感到的 我真的很难 所以他就是五点 就是叫做生机饮食 那我们待会当然可以来 深入讨论 就是说生机饮食 它有什么优点 它有什么缺点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事项 那到底他这样的一个养生方法 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接受的 什么可以改进的 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讨论 是没错 那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 健康say yes 那我们刚刚从百万网红的一个不幸消息 那谈到了生食概念 但其实又透过老师的指点了之后 我们又知道 这个新闻报道的生食概念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机饮食 那我们就继续来谈谈生机饮食的优缺点 多好 你看乔妮现在越来越进入状况 来帮我们引导进来 是 不过在我们深入去探讨生机饮食 这个养生概念的时候呢 我插一句话的原因就是说呢 今天重点是这个网红死在了马来西亚 那么新闻好像在暗示了 暗示说 不好啦 什么养生观念 39月就死去啊 就说好像是养生是无效的 39岁就死了 这件事情我也要特别讲两句话 我或许讲一件事情 大家也都懂说 比如说有位很有名的医生 大家都对他这个很尊敬 他讲的话我们也都相信 就没想到一年早逝 假如说50岁死掉了 你说他讲的话都是不对吗 这个两个不能画上等号 不能画上等号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因为一个人推广养生概念 就他早死了 所以他讲的都不对 这个不是这样子 甚至是有一个人 他能够活到100岁 所以他讲的都对 也不见得 也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这个新闻 在这样暗示的时候呢 其实也会误导很多东西 因为这位网红他旅行到了马来西亚 那到了马来西亚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们也不知道 人死有很多的意外 细菌感染什么的 这都常见的 而且细菌感染 当然你说病从口入 你可不可能吃进来 当然有可能 但是他也不一定一定是吃 他也可以有伤口感染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资讯很少 但是不论怎么样 他的死因如何 我现在也没办法查证 但是不管如何 他几岁死跟他所推广的观念 是不是正确 我认为是两回事 我认为是两回事 所以这个新闻的 这个隐含的目的也不太好 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这个我也要特别讲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讲申禁师 刚刚讲了五个概念 我不晓得说 这个乔尼是不是还记得 这五个概念是什么 那就是第一个有机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其实还是分生食是可以吃的蔬果 那熟食的话是 比如说我们的犬骨类 那再来还有是不吃动物性的 不吃动物性的食品 那再来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那你是不是有讲到有机 还是不吃精致加工的 对对 还少讲了这个不吃精致加工 那我们就从这边来看 就是说他这个观念呢 第一个的 就我们先讲优点好了 他的优点就是 第一个他讲有机嘛 那他有机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有机的概念 就是不用什么化学毁料啦 然后这个人工的这个自然栽培啦 然后不吃什么基因改造啦 因为现在有很多基因改造的事情 他肯定有机都不能基因改造了 所以假设这些观念如果进来的话呢 那显然他在吃东西的时候 他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农药的污染啊 不会有基改的这个担心啊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走这个生机饮食的话 因为你生机饮食五条里面有一条是有机 所以你显然吃的东西就会比较怎么样 比较安全跟健康 会比较安 如果他真的是有有机认证的话 那肯定呢 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假设就是他没有选错嘛 那肯定是安全嘛 因为没有农药残留 没有什么化学肥料 没有什么基因改造 整体来讲当然是比较健康 所以你生机饮食 如果从他这一条来讲的话呢 他显然是有优点的 对不对 应该是有优点的 可是问题是当你看到这条优点的时候 他相对应他都会有一个缺点在后头 为什么 他很贵 对 有机都比较安贵 不是比较很贵 所以你知道吗 我曾经有看过那个 那个美国有一个黑人小朋友 他就在那个他的文章 他是小孩子 十几岁小孩 他在文章里面写到说 他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 常常听他爸爸跟妈妈在吵架 爸爸妈妈吵架就是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人希望吃有机的 另外一个人认为太贵 所以因为他们家是比较穷困的家庭 所以为这个事情就吵架 那吵架呢 他就觉得他非常的痛苦 就认为说 到底是谁对谁错 就是说 到底是要去吃一个安心的蔬果 安心 但是不有机 我们当然不能说鼓励你去吃不安心的 你吃安心的蔬果 但是不有机 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吃是有机的 然后比较贵的 那到底谁对谁错 他从小就有这个阴影 因为父母吵架 但是我要强调是 也有可能你选蔬果 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可能连安心都达不到 所以有的人才说 我干脆一下就跳到有机 因为最高阶是有机 再来就安心 无独 这是终结 最差的是不安心 对不对 那很多人怕买到这个不安心的 好 然后这个小朋友呢 从小因为父母亲吵架了 结果后来他就立志 很有趣哦 他住在德州 他就立志读医学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读医学院去证明 有机食物跟非有机食物 到底对人体有什么差别 那结果他真的考上了医学院 哇 所以潘老师才报道了这些新闻 我记得我当时 因为我很喜欢报道这种小孩子立志的新闻 所以我当时报道这个新闻 就是因为这位黑人小女孩 在整个德州来讲 那个考上最好的医学院 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听说还是国家奖 就得了国家奖 那他当时其实他考上医学院 最重要的那一篇论文 因为他们考医学院 他们都是用申请的 当然成绩也是要看 不但是他是得到那个高中生的冠军 就是那个科学 你知道吧 就那科学比赛冠军 就是比较有机食物跟非有机食物 对那个 当时他做可能是做动物了 还没做到人类的影响 所以很有名得了国家奖 我特别报道了这件事情 那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听众没有听到 那我每次报道这种立志的故事 我都希望小朋友能够跟着听 当然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小朋友 跟着妈妈开车 因为妈妈上班不是开车吗 有时候我们广播 我们中广也造福了很多人 他们在开车的时候 就听我们的这个新闻 就这个小朋友就立志读医学 要考上了台大医学 好几个 我都在路上遇到的 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些人 所以我说这真的是 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闻 把它解释好 对这个小朋友影响也蛮大的 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 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 健康 say yes 哇 老师你刚刚真的是讲了一个好励志的 非常好的例子 他就在炒有机 所以我就刚刚讲说 生机饮食里面其中有一条 就是要选择有机食物 是 那我也讲到他的好处 然后接着就讲他的坏处是贵 那这一条我们就OK了 就先这样 当然插入了一些小故事 我觉得也蛮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不吃动物性的肉 不吃动物性的食物 他也有好处 他主要的好处其实是环保 环保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在养植物的时候 植物必须吃草 吃草之后 它会放出很多的大便等等的 它其实会造成很多的蛋的排放 还有二氧化碳的排放 所以事实上是 是整个环境负担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我们吃肉食品的时候 对环境的污染很大 所以现在目前有很多素食者 因为你刚刚也特别提到 生机饮食好像跟素食者有点像 但是它虽然有点像 但它不全等 那不全等待会 我们是不是先待会再讲这一块 因为一讲就被一扯 扯的就扯开了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 有关不吃动物性肉的时候 第一个是环保 所以很多人现在吃素食是为了环保 这是对的 当然你脑袋里面可能也想到 可能有些是宗教因素 但是其实在整个世界上 七八十亿人口里面 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在环保 所以因此呢 你如果说像生机饮食里面 如果不是动物性肉 环保这个议题 你就无法阻挡它 它是非常正确的 它可以造成我们这个人类更适合 这个地球的居住啊等等的 这是环保的概念 那么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就是说呢 动物性的食物呢 一般我们如果长期听我们健康节目 就知道它本身动物性的油脂 大部分都是饱和油脂 那饱和油脂呢 那如果你吃多了的话呢 那当然对心脏血管疾病啦 对于很多的这个癌症的这个出发 也都是有不好的影响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说 如果你红肉吃多的话 我们不要讲加工先不讲加工 就单吃新鲜红肉也不能吃很多 你如果吃很多的话呢 刚刚讲的保脂肪高心脏血管疾病 包括像大肠脂肠 也跟红肉吃很多有关系 上一次的节目就有提到 红肉大概是吃一个巴掌的大肠 对对很棒 对对你也还记得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生机饮食的第二条 它不吃动物性食物的话 它从环保上来讲它是优点 是 它从预防心脏血管疾病来讲 预防这些所谓的大肠脂肠 还是什么不要吃多 都是优点 所以简单来讲 然后当然如果你还再加上 不杀生啊什么的 哇那它优点很多了 那所以因此呢 它的这一条里面 优点好像蛮多的 可是就因为这样 它也有缺点 它也不是完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动物性的蛋白质 它的吸收率 它的这个营养成分 它比株性蛋白质来的高 所以因此呢 你在想说 我们现在要补身体 那补身体 对不对 你没说鸡汤啦 没说鸡汤啦 没说鸡汤啦 没说吃骨肉啦 补个铁啊 对不对 你将来不要说 哇现在身体很虚 送一碗豆浆 你有听过这样子吗 比较没有 所以你说这人类几千年来的习惯 它就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就是你如果身体真的很虚弱的时候 你真的缺血的时候呢 缺铁的时候 你显然动物性的这种肉类 动物性的这种营养 就替你保养身体是会比较好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你们很多人 还去买什么低基金啦 基金 但是那个有没有用 我们到时候再讲 但是不管 那显然大家脑袋里面就想到 动物性的这些肉品 对身体的补养是很好的 那确实确实它有很多的不能吸收啦 利用率啦都特别高 比如说你像这个 你刚刚讲到补铁 我们小女孩就经常会缺铁 对 那这个铁呢 从血铁蛋白来 吸收率都非常高 但是如果你从什么 什么一些什么青菜水果来那个铁 少少的少少的 不管是不仅是少 而且吸收很烂 吸不太上来 利用率也很差 所以确实它的缺点就会出现 那而且呢 蛋白质的分量 如果你要从素食里面吃足够蛋白质的分量 你要稍微安排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大部分的蔬菜水果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低的 是比较低的 你了解吧 可是肉类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你吃一块肉 可能蛋白质就含20-30% 30-40% 可是你吃一份水果或是外 那个蛋白质可能一趴两趴 就很低啦 所以为什么你会说今天这个网红 你刚刚讲过马来讲网红 因为吃这个生机饮食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确定它是生机饮食 应该不是不用火的饮食 然后呢 它为什么容易营养不良就在这里 因为你动物性的这个营养价值 那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素食就不能够吃到足够蛋白质 不是这个意思 是要很准确的会吃才行 所以因此呢 我这边就强调一个 常常有人跟我讲说 我如果是为了健康吃素 我说那是大可不必 因为健康不一定要吃素 但是如果你要吃素 我麻烦你健康吃素 反而我这个语言上面 你这样你听得懂意思吗 就是说你吃素不一定健康 但是你如果要健康吃素 要有一些头痛 要有一点脑袋 但是你如果为了健康去吃素 那是大可不必 因为呢要健康不见得要吃素 一理由在这里 所以显然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顺便这就抛出一点点差别来 就是那你吃素跟生机饮食的差别 至起码有一个差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要有机 一个并没有规定要有机 因为你生机饮食是不是一定规定有机 那吃素有人说一定要规定有机吗 没有啊 所以因此呢你可以讲说 生机饮食是高级吃素 要更高级 就是它是众多的素食者里面 再夸一个小范围 对对对 所以你就说我虽然没有办法 今天把这些东西讲清楚 但是我慢慢的在讲话当中 丢一点东西出来 让你知道这个差别 所以显然生机饮食的第二条的 这个所谓不吃动物性的食品 它显然有什么 有好处 我讲一堆了 那显然还是有坏处 还是有坏处 对因为它生物利用力很差 比如说刚刚我讲过铁 对不对 我再讲一个 钙 你如果吃牛奶的话 那个乳钙蛋白 乳钙啊 吸收率很高 是 你如果说从蔬菜水果里面吃钙 吸收率就很差 就是这样子 一样的道理 是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后 待会再回来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 健康say yes 老师 那这样子这一位百万网红 吃了生机饮食 那可能他现在死因是营养不了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太着重在生机饮食 那导致刚刚老师 比如说有可能 那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对 它是有一个可能性 但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在现场 我们也没办法评 但是呢 我觉得这就变成有可能 有可能的 其中一个 你当时巧 你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不懂什么叫生机饮食 你就问我说 为什么生机饮食容易营养不良 我这样就跟你讲 那另外你像维他命 我们上次讲维他命B12 那这个B12呢 一般在动物类的食物才会有 在植物性的时候就几乎没有的 所以因此呢 如果你吃素的时候 B12就要非常的注意 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后来就有人讲说 那要不就奶蛋素 那奶蛋素就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因为那颗鸡蛋里面的蛋黄 它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 再加上牛奶里面有很多营养成分 刚刚我也讲过 所以因此呢 如果你能改成奶蛋素 或许就会好很多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也特别强调 你要了健康一定要吃素 这个是大可不必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吃素 你有别的想法 比如环保的概念 或者什么不想杀生 你有这种概念的话 那你加个奶蛋 不知道可不可以接受 因为奶蛋至少我没杀生嘛 对啊 这个不一样的 因为我那个 现在目前培养那个鸡蛋 都是没有受精的 你知道的意思吗 就那种飼料鸡的那个蛋 没有受精 它不是生命 因为它没有跟精子结合 怎么会是生命了 它那个就是完全没受精的 所以这个奶蛋素 可能对于很多的营养成分来讲 就会稍微均衡一点 甚至潘老师还建议就说 如果说你是这样的话 能够加个鱼更好 那个鱼的营养成分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能加个鱼肉 所以现在目前也有很多的国家 我以前在节目也讲过 像欧洲啊 日本你好像也提过 就鱼可以考虑是 算是素食的一部分 他们也是归类鱼类是素食 为什么呢 今天就是就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 就是你动物性的食物不吃的时候 它的营养成分比较 比较不会均衡 那你要非常有脑袋去吃素 才能够均衡 那但是如果你把奶蛋跟鱼加进来 就safe 就非常的安全 就能够把它加进来 所以这就是生气饮食的第二个 我要特别强调的 那第三个就是他特别讲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尽量生食 这个所谓的可以吃的这个植物性的食物 那这个生气饮食为什么要加这一条的原因呢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这个植物 它是一个那个会长的东西嘛 就好像这个生机薄薄嘛 好像春天这个春意盎然 这个各种植物都在长 所以他认为就是你吃这种生机盎然的食物 你不要把它煮死掉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生机 那个生机是欣欣向荣的意思 有我有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写说吃生机饮食 你会有无限生机 对是这个意思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呢 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有非常多的酵素 因为我们这些enzyme 这些酵素呢 基本上遇到温度 他就破坏掉了 所以因此这些植物里面这些酵素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 做很多的动作 所以因此呢 他希望不加热的时候 能够让酵素全部吃进来 那另外呢 就是说呢 像我们上次讲到的 植化素 那植物营养素 或21世纪的维生素 我们上次讲过 那这些东西呢 有些遇到热 就会不见掉的 所以因此他希望得到 所有的营养成分 所以鼓励你在吃植物的时候呢 那么如果是可生食的 可以不煮的这个食物呢 那么希望你就尽量吃圆形 不煮 那但是要煮的还是要煮 所以不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不用火的饮食 显然不是 那好那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因此有的人讲说 你这个菜 营养成分都煮光了啦 你在吃什么好 吃什么营养 在吃纤维而已啦 所以因此呢 就鼓励大家还要还是要吃这个新鲜的蔬果 能够能够能够的 可是这是他的好处没错 可是另外他也有坏处 什么坏处呢 因为你没有煮熟之前呢 他有可能怎么样的 他有可能很多病菌在里面 病毒跟细菌 我把两个对 当然寄生虫也有可能啦 病毒细菌寄生虫都有可能 那在欧美各国呢 因为欧美他们很喜欢吃生菜沙拉等等的 他们就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你像以前在美国就出现过一个餐厅里面 然后呢得到A型肝炎病毒感染 因为A型肝炎病毒是粪口传染 所以假设说今天有一个有A型肝炎病毒的人 肝炎的人 他上厕所不干净 或手上有很多的病毒 他就粘到那个生菜 然后你生菜拿来又没洗干净 你就吃下去 就再见 你就种了 而且种的时候呢 是一桌人种 因为上来是一盘生鸡 生菜沙拉 整桌种 所以那个时候是当时就是 在美国的这个餐厅里面 就是一堆人种 然后呢 种了以后呢 会死不死就跟大家量啦 或者生理有些话 就有的人会死啊 所以呢就引起哗然啦 就那时候当时就讲 那你像这一次我们那个好事多 不是也出现什么蓝莓 对啊 那个什么东西 也出了一个A型肝炎病毒 那个也是因为就是他 就是可能有人操作的时候就放在上面 对 那像德国当时也有生菜沙拉 有德国非常奇怪的病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有很多人死亡 当时也是认为是可能是 蔬菜的这些病毒感染 那更不要讲说 如果有寄生虫感染或什么的 那也很麻烦 所以因此整体来讲就说呢 呃 你这个 这个 所谓的吃这种不用火的饮食 虽然是说你可以得到那些好的酵素 好的植化素 这我都同意 嗯 可是相对应的 干净你就要非常小心 嗯 好 那因为你到餐厅去 洗菜这是一个大问题 你知道我意思吗 洗菜的人到底 有没有感染 不知道 对我们不知道 所以他洗的再干净 他本身感染你也重啊 是啊 因为橄榄圆在塌不在洗啊 那也有可能是别人到这边没洗干净再给你吃 你也重啊 是 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潘老师我从来不在外面的餐厅吃神菜沙啦 因为他说看人家洗菜他就知道了 那一盆水 拿那个铝的那个洗脸盆 是 然后呢 这边一个菜吧 然后那个菜 叉叉叉叉就完 怎么丢下去 然后一捞就起来了 嗯 就只是过过水而已 过水 对 而且那一盆水还不知道洗几次了 是啊 这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你说这种东西 你会不会怕呢 会啊 你也会怕 是 所以后来我才跟大家建议 我说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吃这些酵素这些东西 我建议汤烫 所以潘老师后来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修正 那参烫的话呢速度很快就是你水煮滚 嗯 东西丢下去回滚就拉起来 所以基本上你虽然会丧失一点点 但丧失不多了 嗯 但至少 你把那个疾病传染的这些病菌去去除掉了 了解 所以老师我们就是要下去之后要回滚的 对对 要回滚 因为他需要一个温度 他才能杀死病菌 要一点时间 对对对对 所以因此这次网红里面 他虽然提到说营养不良伤身 但是我看到也有人就他妈妈吧 是认为他可能是 是过软 是病菌的感染 对对对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待会再回来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健康say yes 所以老师刚刚就提到了 如果你担心生经饮食 吃蔬菜水果生的 你怕说会感染一些什么異性肝炎之类的 那老师是建议一个穿烫 对就是你在外头的时候 因为你不晓得人家怎么洗 所以你就可以烫青菜什么的 我们现在就 当然你烫青菜不要加一大堆油了 你也可以加到不要加油 我现在在家里面烫青菜 其实有时候他也会问我说 今天打算拌什么酱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从外面买一些 他们调好的一些生菜沙拉酱 比如有芝麻的 有什么凯撒的 你都可以买 那当然你可以买 你喜欢的那种 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些 dracing 我们叫dracing 那但是我有时候 我会跟我太太讲说 不用啦 就直接这样吃 因为我现在最近觉得说 你烫好 那个菜很甜 吃蔬菜的原味 很好吃 对 所以后来我再也说 这确实确实蛮好吃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 也不放dracing 也不一定会放 所以像这种东西 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变相的 一个modification 就是一个简单的改变 那可是你在家里面的时候 我刚讲外面你简单用穿档 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吃生菜的 为什么 因为自己洗 比较问题不大 那我们通常都是一页一页洗 那一页一页洗洗完之后 还泡水十分钟 然后再换水十分钟 那就一定OK了 然后有人还说 要用流动的水 就给他一直过 那个水是比较浪费 我们曾经有听过 有些什么健康专家 讲说要用流动的水 结果光讲完 下面就一大堆留言说 你到几家这 注意浪费水 所以各种样的讲法都有 我们也不敢做批评 我们现在因为 那个看多了 我们都是四平八稳的 也不得罪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自己决定吧 但是像我是没有放水一直流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 好像确实也有点这个水用太多 我一般是干净的水泡一下 然后我闻中水中倒掉再泡一下 大概就OK了 然后我就用一个有漏斗的东西 就接着下面接 然后沥干 过一阵就可以炒了 蛮好的 炒或烫或生菜沙拉都没关系 都很好 所以就说就有人为了解决说这个问题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外头 在吃生菜沙拉都要小心 那在家里 因为你自己洗就没关系 那甚至你在外头 你烫青菜你可以讲说 你那个状你不要给我咬 你烫青菜都 你有没有这样做过 你大概没有 我有看过人家这么做过 对对对 就是你到那个面摊 你说来晚阳春面 对不对 烫盘青菜 你青菜不要给我加肉燥 他很高兴 因为我照常收你那个钱 而且我有看过那种 我要一碗馄饨汤 麻烦不要帮我加味精 就是也是有这一种的 那馄饨汤里面有味精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特别强调 因为我记得 馄饨汤可能已经都弄好了 有的可能不用加 可能他嘴很敏锐 就精准的吃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说 刚刚你讲说 就是他本身 他是可以不要这个煮的这个菜 尽量生死嘛 你比如像高丽菜 我就特别提出来 那像高丽菜的话呢 因为基本上他如果会脏气的人 就是比如说你肠胃经常会脏气的人 你生吃高丽菜呢 可能脏气会更多一点 因为他确实会产气 所以因此有些食物 如果说你本身你自己身体有些特殊性 我刚刚讲的 这不是对所有人 对这个人而已 你本来就比较容易脏气的 那如果你这时候再吃 生的高丽菜的话 可能脏气会稍微更严重一点 像孕妇也是比较容易脏气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所以你这个生肌饮食 刚刚我讲他优点也有缺点 可是那你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如果汆烫他的话呢 可能就是你虽然失去一点点东西 但不多啦 因为你汆烫时间不长的话 那但是呢 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脏气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要特别提出来 给大家知道的 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 他生吃的时候 他也会有一些考量点在里面 那另外就像 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 有些人因为他本身 在生肌饮食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这个营养摄取 比较容易不是一定会 比较容易会营养不均 所以有些人呢 我们是建议他 就暂时不要 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孕妇 因为孕妇有个小孩子要营养嘛 那你主要是要supporting 那个胎儿嘛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不要去做 这个生肌饮食的动作 因为你的营养主要是给胎儿 如果你这时候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比较不太好 尤其像那个小孩子需要 那个长那些脑神经啊 等等的 他还需要鱼油 那个所以你要 其实我还建议孕妇还要吃鱼 让那个小孩那个神经能够长好 所以孕妇最好是不要 然后另外像产妇 就是在哺乳的妈妈 最好也是不要 因为主要这个营养要给小孩 会传递给小孩 要传递小孩 这个也最好不要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你现在正在开刀重病的 你都在缺营养了 那你怎么来吃啊 你还在生肌 所以我常常在讲 我们这个很多人 他很有趣就是 他不生病的时候 他大鱼大肉 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 他大鱼大肉搞到最后生病了 为什么 因为大鱼大肉吃太多生病 等到一生病缺营养了 他来生肌了 不是他来生肌了 这时候节制不行啊 因为你需要营养啊 所以我觉得说两头不对啊 本末导致 对两头不对 你应该是非常健康的时候 你在吃生肌 那这时候搞不好 你这样子会减重 你高血压会少一点 糖尿病会少一点 那是非常好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反而是本末导致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对那另外像比如说 也有人在讲说成长的小孩子 就比如说他是 比如说六岁 刚进小学 到十二岁之间 小学说 胖在大 你叫他吃生肌 要成长要营养啊 所以其实我也有遇到一个 最近我有遇到一个家人 他们是这样子 父母亲吃素 那个小男孩 都不能跟着吃素 那个小朋友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都可能他们家要煮两份 就是妈妈要为了小孩子 去煮一个婚食 给这个小孩子吃 但是他们两个夫妇要吃素 就归他们两个夫妇吃素 就变成说家里面还要煮两份 当然这是个麻烦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 为了这个小孩子成长 可能还是要这样做 好 那时间有限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大家记得要均衡饮食 那可以参考潘老师所教的方式 来进行我们的饮食方式 那一起向健康say yes 我们下周再会